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是結合的快速複製片 那這邊呢是什麼意思呢 那我又以這個組合鍵來做示範 像這樣子我們有時候呢 會有一個多個零件是一樣的 像是螺絲 那像這種螺絲的話 我們在組合的時候呢 會比較花時間 但是我們在組合的過程呢 它動作都是一樣的 好比說它是同軸心 然後面重合 一直持續這樣的動作 那有很多孔很多地方呢 可能都是用相同的螺絲 這時候我們在結合的時候呢 就會花蠻多時間的 我們需要插入零件 插完之後點選我們要的零件 或是我們直接從這裡 按下複製 複製完之後呢 同軸心重合 這樣一直重複這些動作 那其實這些動作呢 可以靠別的指令把它 處理掉的 那是什麼呢 等一下後面會來講解 那是不是你也有這方面的困擾 想說是不是有更快的方法 那我就帶大家來解析囉 我們繼續看下去囉 好 那在進入教學之前呢 先來介紹一下幾點 那我們在進入快速結合篇的時候 我們用到的指令呢 是組合鍵環境裡面的指令 所以我們要進入這個教學之前呢 你應該已經學會了 組合鍵的入門篇了 而且對於組合鍵的使用是有一定的熟悉度 你才會進入快速結合篇 那如果你對於組合鍵還不是那麼的熟悉呢 建議你還是先使用入門篇的方式 等到你已經有比較熟悉的 想要更快速的去組合的時候 再來進入快速結合篇會比較適合一點 好 那我們怎麼做呢 我們從組合鍵的上方列這裡 我們看到這裡有一個插入零件的圖示 我們把三角形點開 這裡面有一個與結合一起複製 那等一下就是用這個指令呢 可以做我們的複製的動作 那其實它從字面呢就可以看出來 與結合一起複製的意思呢 就是它連限制條件都一起複製了 這有什麼好處呢 它就是連結合條件複製的話 等於它是連動著我們的特徵的 所以一旦是我們的零件的特徵有更改的話 只要它是假設是遠 遠沒有變更 只是變大或變小或是移動的位置 它這個零件呢都會連動著 連動在一起的 是非常方便的 那假設我們只是使用了 直線複製排列這種方式的話 我們一旦如果更改了孔的位置 或是我們更改了零件的位置 那這些直線複製排列呢 它是不會一起連動的 所以這方面是有一些缺陷的 所以我們等一下用與結合一起複製 這個指令呢是非常實用的 那怎麼做我們等一下後面會來講解喔 我會大致上分幾點來做說明 那怎麼做我們就去看下去囉 首先呢我先來示範一下螺絲 那一般我們螺絲如果是相同的尺寸 我們要結合的話 一般都是同軸心 重合面 這兩個居多 那這樣子 假設我這裡有好幾個孔 那我們就是要重複很多遍 那這樣子會花比較多時間的 那我就直接進入主題 怎麼樣把它連限制條件都複製 首先呢我們先找到這個 螺絲的零件 就是這一個 那我就從這邊呢 把它選取起來 選取完之後呢 我就把這個上方列這裡 X50組件這個三角形打開 裡面有一個與結合一起複製 我把它點進去 點進去之後呢 它預設已經有選取了 或是說你點完之後 再來點選你的零件 也OK的 那這邊就看大家的習慣 那點完之後呢 我們就直接按下一步 下一步之後 它就會出現說 這個螺絲呢 它是用了什麼結合條件 那這個時候呢 你就可以去選擇它的結合條件 我示範給大家看 是非常快速的喔 那這裡呢 它第一個是同軸心嘛 選完之後 再來是重合面 我們看到 預設的時候 它就已經把這個螺絲給複製出來了 那做完之後呢 就是按一下 鍵盤的Enter鍵 它就會跳到下一個畫面 就意思說 這個螺絲已經被我們組合進去了 組合完之後 假設我們有好幾個嘛 我們就可以持續去做 那這邊呢 一樣按同軸心 重合面 然後再按一下Enter 各位 我們來比對一下 如果我們是用X2零件 然後再來結合條件 是不是 兩者的時間差異性差很多 而且 這個 與接合一起複製是非常方便的 好 那我就直接做給大家看 非常快速 那我就直接把它做完 好 那這樣子呢 其實呢 它不是只是同一個面上做 或是相同方向 你不同方向能不能做 我以這個來做示範好了 我要組合在這邊可不可以 各位想像一下喔 我這樣做可不可以 是可以的喔 你看 這樣子它也是把螺絲組合在這個地方 當然它尺寸是不對的 我是示範給大家看的 或是說你要把 它的方向反轉過來可不可以 我點這裡給大家看 我要組這裡 假設我方向 我把它轉過來 然後再重合這個面 它會預測出來給我們看 這樣子也是OK的喔 你看 我剛剛這邊是組合這個面 現在是組合這個面 然後這樣子是 非常方便可以去把我們的零件 以及 結合條件一起複製出來 複製完我們直接按打勾 直接按確定 好那這樣子已經複製完了 我們看一下 這裡的零件被我們複製出來了 那當然這邊還是會有一些缺點的 如果說你是在計算螺絲的數量 是看這邊的123的話 那這邊可能會有一點不一樣喔 它這邊可能是用246去跳的 所以如果你是在看數量 以這邊來看的話 那這裡可能會有一點不習慣的 那如果只是單純看說 我們只是要把零件複製出來 把它組合快速組合出來的話 那這個是非常方便的 那這邊呢 就讓大家去了解與常識囉 再來我要示範一下螺絲 螺絲組 螺絲組的意思呢 就是它有兩個零件 那我以這個螺絲跟螺帽來做示範 我先把它找出來 是這一個跟這一個 那就是 這裡 那我把它選擇起來之後呢 一樣進入了 與結合一起複製 進入這個指令 進入完之後呢 它就是選取兩個零件 然後一樣按下一步 那這裡呢 它就會顯示出 要同軸心的地方 我就把它選出來 那這邊呢 我們可能 從預設可以看出說 它現在是要重合到哪裡 像這裡就是要重合這個面 我們可以把它看出來 然後以及 現在是要組合螺絲嘛 就是要選這裡 那你如果做過第一次之後 你可能記得說 它的迅速是這樣的話 那你在做第二次或第三次的時候 選取的時候 就可以比較快速一點了 像這樣子 我就記得它是先 從而這裡 然後再從而這個面 最後呢 再從而對面這個面 那你如果做過第一次手戲之後呢 後面再做就會很快了 我們現在示範的是螺絲組 就是一個 至少是兩個螺絲 兩個零件以上來做 與結合一起複製這個動作 其實做起來也是非常快 非常方便的 好的 那我就很輕鬆的 把這些螺絲給它做出來了 那我們做完之後呢 直接按確定 看到我們已經很快速的把它做出來了 而且它都是有結合條件的 我們來看一下 它已經被限制住了 好 非常方便的 好 那我再來示範一個 像這裡也有一個螺絲組 我把它選舉起來 那這樣子呢 也是可以做的 我來複製到這邊的 次組件 給大家參考 好 一樣選舉完之後呢 我直接按下一步 它這裡第一步呢 它要你選擇寬度 好 那我就選擇這裡 這裡跟這裡 好 第二步呢 我們看一下 這裡是結合這個面 相對就是這個面 好 選舉起來 第三個 就是這個面 底下這個面 好 一樣把它選舉起來 好 選完之後 按Enter鍵 好 就直接按確定 好就完成了 好 那基本上 這樣子呢 就是 很迅速的 可以把我們的 螺絲組 給它 複製以及結合過來 好 那當然我們可以套用在很多 零件上面 不一定要是螺絲 假設是 我是這個連桿組 這樣要直接複製過來 可不可以 也是可以的 那這邊呢 就讓大家去了解 去活用囉 接下來呢 我要示範一個零件 那這邊呢 我就直接來做示範 我選擇這個把手套 那我直接進入 與結合一起複製的指令 好 直接按下一步 那這裡呢 我直接示範給大家看 好 直接複製到這裡 好 我先選擇寬度 好 那這邊大致上 就是這樣子 把它做出來 好 那選完了 結合條件 最後一個是相切 做完之後呢 我直接按Enter 那我再進入下一個 好 一樣我再繼續把它複製出來 好 一樣是複製這裡 好 這裡 最後是這個面 複製完 我就按確定 那其實這樣子 連零件這種方式 也是非常的快速 好 以及活用的 好 那我就很輕鬆的呢 把我需要複製的零件 給它複製出來 那這邊可能選錯了 好 那方向都錯誤了 那這邊 其實如果你要反過來的話 我們把方向 對調一下也是可以的 那這邊就讓大家去參考 與活用 最後呢 我來總結一下 那關於與結合一起複製這個條件呢 是非常非常實用的 好 有時候我們如果是那種 組合件它是有非常多螺絲 或是有非常非常多相同零件 或是一些 四構的組合件 四構的那些五金件 等等的 像這些零件的時候 我們往往在組合的時候 會比較多的是 繁瑣的 可能是一直重複做 同軸心重合 或是 一些結合面的限制 那如果我們 已經學會了這個 與結合一起複製的話 那我們除了可以把 同樣的零件複製出來以外呢 連它的結合條件也一起限制了 那這樣我們可以大大的 節省我們組合件的時間 好 因為往往我們在組合的時候呢 會花比較多時間 特別是我們的螺絲又重多的時候 可能做到後來你可能是 浪費了非常多的時間了 那我們以這種方式呢 節省掉的時間 我們就可以拿來做別的事 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那當然 這部分也不只 局限於說 我們是同一個面 像剛剛有示範說 我們不同的角度也是可以做的 假設你這個螺絲呢 它要組合的孔 是有非常多角度的 然後其實它都是OK的 都是可以做的 也是非常實用 以及說 也不一定要局限在螺絲上面 你如果是使用零件 或是一個螺絲組 或是一個 刺組件 假設說 你有一個產品 它有很多次組件 結合在一起 那你也可以用 與結合一起複製這個方式呢 把它做出來 其實是非常實用的方式 那它的做法呢 也是比較靈活跟多元 這邊就讓大家去嘗試一下 你會想用在哪裡 以及說 用在什麼地方呢 會最適合你 那今天的教學呢 就到這邊為止了 我們就期待下一次的教學吧 掰掰